欢迎来到给忠诚的管理课 这一讲开始 我们进入课程的最后一个模块 进化期 和前三个阶段不一样 到了进化期 你已经完全能够胜任忠诚的工作了 业绩也很好 但这也是很多忠诚平静期的开始 很多忠诚翻方面面都不错 可做到忠诚就到顶了 再也没有办法获得晋升 进入公司的决策层 像我有个同学小北 不管是专业能力 还是管理能力都特别好 六年前他就已经是人力资源的总监了 可这六年来 不管他换什么公司 职位都没有变过 还是人力总监 你可能会觉得这太正常了 做高管的机会那么少 小北可能只是缺少赏识 真的是这样吗 小北找我交流的时候 我就问了他两个问题 第一 这么多年 你培养过多少个总监级别的下属吗 第二 你做过哪些长期的战略规划 你的规划对公司的业务战略 产生过哪些影响吗 小北一愣 说没有 其实啊 恰恰就是这两个关键点 把他们锁死在了中层 不能更上一层楼 咱们换个视角 如果你是雇主 你会怎么看小北呢 第一 小北做人力资源 二十年了快 但没有带出过一个总监级别的下属 那么 晋升你上去了 你现在的活交给谁呢 像保洁华为这些成熟的公司 甚至会在晋升制度里 就会体现出来 你对于培养接班人的要求 第二 小北只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打转 但决策层啊 不仅会要求你有专业能力 更要求啊 你能够对整个公司的发展 做出有利的决策 所以说啊 站在雇主的视角上 选高层 看的不只是业绩 而是要看一些特殊的能力要求 我把这些能力啊 归结为两个方面 在人的维度上 雇主希望高层能够为公司留下储备 在市的维度上 雇主希望高层能为公司带来突破 在最后一个模块 我就带着你 从雇主的视角出发 讲一讲 怎么为修炼成为高管做准备 咱们先从人的维度开始讲 像小北一样啊 很多忠诚 不知道怎么培养自己的继任者 明明也有很多优秀的下属 但干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要么就是跳槽走了 要么就是业绩慢慢去平庸 也尝试过挖一些牛人到自己的团队 但很多牛人来了之后 也很快就泯然众人了 或者跳槽又走了 总之啊 就是好的人留不住 业绩不好的呢 又培养不起来 如果你的下属 也有这样的问题 那么请注意 问题很有可能出在你 或者你的团队身上 因为你没有建土壤增肥力 你只是忙着 去挖别人家地里的好苗子 但你的土壤本身就很贫瘠 那么在你家的地里 种多久都长不大 那么怎么能够 让你的土壤也很肥沃 不管是自己培养的苗子 还是从别人家挖过来的苗子 都能够不断地成长呢 你需要搭建一个 人才可以流动的梯队 既然是梯队啊 那就不只是包含 向你汇报的这一层 还包括在下面的一个层 也就是我们说的 间接汇报的下属 你都需要去识别和盘点 这是建梯队的最关键一步 人要是都看错了 那么就相当于给土壤 施错了肥 这一讲 我会给你一套组合拳 包含三个工具 分别是人才盘点九宫阁 两级管理制度和人才教准会 教你怎么把人才梯队搭建起来 现在说人才盘点九宫阁 这个工具我在之前22奖 说考察的时候就提过 用这个工具来盘点人才 事半功倍 你回想一下 一般的人才盘点会怎么做 负责地说 90%以上的做法 基本上就是按照百分比 分一分配额 比如说一家教育集团 在四个地区有45家分校 怎么评定优秀的校长呢 选每个地区前10% 至于谁属于这10%呢 各个地区你们自己去评估吧 这样的人才盘点方式 很容易就弄成了菜市场买菜 至少存在三个问题 第一 地区之间可能不具备比较性 导致评选结果不公平 比如 华西区很小 总共就6个人 10%连一个人都不到 这怎么算 华东区的有20个人 整体能力还强过华南呢 华东区的第二 甚至第三名 有可能比华南区的第一名还要好 第二点 光靠区种给排名 容易导致直接汇报了下属 权力过大 只手遮天 而且你也不一定能放心 比如 华北区的分区种 自己业绩表现得不行 他推荐的优秀员工 靠得住吗 第三 优秀员工的名额 大家都在抢 每层管理者 都会护着自己的人 这样的人才盘点 显然说不到什么效果 那么 如果你是这家教育集团 45家校区的总负责人 要想评估 这45位 间接汇报校长的表现 你就要用到这个 人才盘点九宫格 拿到这个工具 你该怎么做呢 接下来 我来具体说一说 要想重点培养的 高潜力员工 在业绩考核 和能力考察上 不能出现 一条腿走路的情况 所以 你要把团队员工的业绩 按照高中低 潜力 按照好中差的相对排序 分别分三档 做一个表格 这样就会得到一个九宫格 要注意 业绩通常是一个维度 另一个维度 不同公司 有不同的操作方法 有些公司 比如阿里 用的是价值观 还有我的公司 可能用的是经验度等等 为了方便解释 我这里用的是潜力 你一旦用了同一套标准看人 那么 你就可以打通下面的各自小团队 放到你的整个部门的层面上去看了 这样就解决了上面提到的第一个问题 小区域人少 没办法比 这里还要提醒你注意两点 第一点 因为是相对排序 所以 你不要把部门内的所有人混在一起 而是要把同一级别的人放到一起 才公平 一般来说 同一级别内 业绩和潜力两条线 高中低的比例 各自控制在 百分之十 百分之七十 和百分之十 是相对合理的 不然 你就会出现 你的直接汇报者 永远在 绩效又高 潜力又好的九号位 而那些新员工 或者是你的间接汇报的 之前的员工 就会沦为 绩效低 潜力低的 一号位的常客 第二排序的时候 记得分约把业绩和潜力 分别来排 比如 张三的业绩高 李四的业绩中 王五的业绩低 张三的潜力中 李四的潜力高 王五的潜力低 然后 你再合并出这张九宫格 张三业绩高 潜力中 属于八号位 李四业绩中 潜力高 属于七号位 以此类推 因为 一旦你混在一起 直接往九宫格里放 很容易会导致光环效应 你会天然地认为 业绩好的员工 自带能力潜力好的光环 接下来的问题是 就算有了九宫格 可你对 间接汇报的下属情况 不太了解 怎么去打动排序呢 这就是组合权力的 第二个工具 两极管理制度 也就是说 你的日常管理半径 就要覆盖到 你的第二层 间接汇报对象 不要等到最终 人才盘点会的那一天 听下属们 玩婆卖瓜 自卖自夸 尤其是你平时 就要看好 最好的和最差的 两头的员工 比如我做中程的时候 最多时候带过一百多个人的团队 直接向我汇报了 就十个管理者 每个管理者下面 还有十好几个员工 我是不可能清楚 这一百多个人的表现的 但是我至少能把 九十个间接汇报的下属中间 业绩最好的和最差的 各百分之十 也就是二十个左右的情况 掌握清楚 这怎么做呢 比如说 我的直接汇报层 经常跟我提到 他们各自的下属 小A小B小C 是新成长起来的一批潜在明星 那么 我就会在接下来的一个季度里 刻意安排一天的时间 和小A小B小C们一起工作 近距离观察他们的表现 是不是和我的直接汇报层 跟我说的一样 并且进行相互比较 这种视角 是我的直接汇报层 不可能有的 同样的 如果是招聘 那么 我的间接汇报层 必须是我亲自招进来的 如果是培训 那么我会亲自给间接汇报层上课 如果我的间接汇报层下面还有一层 那么 你就没有必要管那么细了 交给你的直接汇报层就去管理好了 对他们来说 也是刚跑两级 通过我平时和我的间接汇报层紧密互动 也就可以有效避免 刚才我说的那个校区负责人 遇到的第二个困惑 我不再完全依靠中间这一层 给我来传话了 第三个问题 各个小团队的负责人都会互犊子 都说自己的人更好 怎么办呢 这就需要我给你的第三个工具 人才调转会 你需要拉着你的直接汇报层和人力资源 三番一起做下来 至少每个季度做一次横向的同步 比较所有间接汇报层的员工 在九宫格中的表现 这个会一般一个小时的时间 请你的直接汇报层 把所有员工的九宫格情况 在你这里汇总 并且进行部门级别的排序调整 然后你作为最终拍板的角色 把团队的九宫格敲定下来 人才校准会的一小部分作用 是帮助你对你的判断进行校正 更大的作用 是让你的下属们 对业绩和潜力的标准 进行认知的拉齐 比如 我曾经立排中意 把一个下属小A 在潜力排序上 放到了另一个下属小C的前面 要知道 小C是名校毕业 区域销售业绩 全团队第一 大家都觉得他是明日之星 这个时候我指出来 小A所在的市场 要远比小C难做 但是 我看到他在学习能力 团队合作 责任当当上面 都有非常扎实的成功案例 而小C呢 的确业绩很不错 但是他所在的市场顺风顺水 我们并没有看到他的潜力被证明 我们需要在未来给他更大的考验 比如去更艰苦的地区 这个过程中 小A的直接上级 和小C的直接上级 依然会站在各自的立场上 为自己的下属去争辩 没关系 这是人之常情 但是 讨论的焦点 就变成了基于一件件客观的事实的切磋 有不同的意见 欢迎大家举出具体的案例 大家对于我选人用人的标准 也就是通过这样一次次的人才PK 逐步达成了共识 通过这三个组合拳 你应该可以获得一张较为完善的人才九宫格了 在九号位 也就是业绩和潜力都优秀的员工 就会是各个关键岗位的第一顺位接班人 一旦这个位置上 原有的下属提拔或者离职 有位置空了出来 那么九号位员工可以第一时间接上 七号和八号位 也就是业绩和潜力 有一个优秀 另一个一班的 可以作为第二顺位接班人 也就是通过一定的培养和锻炼 在未来成为优秀的继任者 最后 我还想提醒你 建土壤的另一个关键要素 是公司就要有晋升的通道 这才能培养起 尽可能多的优秀人才 把尽可能多的人才留在公司里 不过 这是更为专业的人力资源问题了 在这里我就不过多展开了 总结一下这一讲 建一个有效的人才梯队 你要学会使用三个工具 分别是 人才酒工格 两级管理制 以及人才教准会 在这里我给你留一道思考题 如果你明天就被提拔了 你能不能找到一个立刻接替你的下属 你的选拔依据是什么 请在评论区写下你的思考 建人才梯队 识别出来高潜人才之后 把员工名字搁在酒工格里就行了吗 当然不是 你还要找机会锻炼他们 这叫人才盘活 欢迎来到给忠诚的管理课 上一讲 我讲了怎么用人才盘点酒工格 两级管理制度和人才教准会 三个工具 把你团队的酒工格盘点出来 建设各级人才梯队 不过 光是把高潜力的员工盘点出来 还不够 这些储备人才是你团队的未来 你需要想办法去盘活他们 怎么盘活呢 培养储备人才这件事 特别容易陷入两难 一方面 你不给他们锻炼的机会 他们很难自己成长起来 另一方面 如果贸然把它放到更高的位置上 它还没有准备好 很容易搞砸了 就离职了 你会白白损失一个高潜力的员工 怎么跳出这个进退两难的困境呢 我给你一个解决办法 叫做人才池 你可以把内部的人才梯队 想成一个水池 外部的人才招聘 想象成去河里挑水 平时把水蓄满 你需要的时候呢 就能从水池里取水 而不是每次都要跑到河边去 也就是说啊 用一些特定的项目 对一些特定的下属 提前进行有针对性的培养 这群被特殊考验和锻炼的下属 就叫做人才池储备 人才池有三个好处 第一 人才们被单独拎出来 放到项目里 方便你近距离考察 第二 有项目做载体 可以有效地锻炼人 第三 就算你发现某个高潜力的人才 确实不太适合更高级别的管理工作 那么 让他退出人才池 对团队的震动 要远远小于 把他晋升之后再降级 或者是 他自己离职 这一讲 我就从运营人才池的三个要点出发 给你讲一讲 怎么盘活高潜力的下属 这三个要点分别是入池和出池标准 项目导向 以及定期的沟通检查 我们一个个来说 先来说入池标准 一般来说 我会把人才酒工格里的 七八九三号位的员工放进去 也就是业绩或者是潜力 至少有一个是优秀党的 同时 他们自己在和我做一对一谈话的时候 也要表达出愿意进步的主观意愿 那么 进了人才池 是不是就进了保险箱呢 也不是 还要有出池的标准 出池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等晋升机会来的之后 成功离开 那么你就需要拿出可以晋升的标准 比如说 在人才池的时间 一般来说 不低于六个月 业绩表现 不得低于团队前10% 人才池的项目考核通过等等 同时 不能有重大过时 另一种 是在人才池的期间 员工在九宫阁的排名 调出了七八九号位 这就要求你根据团队的实际情况 尽快进行相应的沟通和调整了 要注意的是 在入池之前 你就要把出池的情况 触发条件 给人才池的员工沟通清楚 进了人才池之后 怎么培养呢 这就需要做到项目导向 因为培养储备人才 光靠培训是不够的 而项目是一个非常好的预言载体 比如说 把高潜力员工放到项目上去做负责人 这就是对他管理能力的最好预言 做了项目负责人 项目组其他成员不懂的地方 他得去培训吧 光靠关系做项目管理 可是推不动的 尤其是跨部门项目 他必须要建立起 项目推进的流程和制度 而且推动项目 非常考验一个员工 驱动结果 定义自由度的能力 正是因为 项目这种跳出员工手头 现有工作 为员工成为管理者 做预言的特性 很多公司都会把项目经理 作为晋升的一个重要工作经历 在保洁这样成熟体系的公司 项目经理甚至是全职的工作 我在晋升销售总监之前 就负责了两年的管理培训生项目 在那两年里 我不光培训了100多名管培生 我还培训了这些管培生 未来的直属领导 他们的代教能力 同时建立起了一整套 零售人才培养的体系 包括考核制度 代教流程等等 这种先有体系 后有行动的工作方式 影响我到今天 在做这个项目中 我自己不断探索落地的节奏 尽管犯了不少错误 但是毕竟不是在一个领导岗位上 所以对公司来说 成本也是最低的 这些都为我后来 晋升销售总监 打好的基础 那么该选择什么项目 放到人才池里呢 显然那些重大的战略项目 或者是特别紧迫的项目 都是不合适的 我给你两个方向 帮你选择合适的项目 第一种 跨部门三不管地带的项目 比如你们是一家电商企业 那么库存管理项目 就是典型代表 库存看起来是采购买多了 运营卖少了 仓库管理不过来了 各个部门都有责任 需要联动 但是往往又没有人出来牵头 都觉得应该是 其他部门的事 类似的还有 商品部门和销售部门 供应链部门之间的 缺货率减少项目 运营部门和市场部门之间的 流量转化率提升项目 业务部门和技术部门之间的 提需求流程优化项目等等 这些项目 可以让你的高潜力员工 在各个部门负责人前 有充分的曝光机会 也为他们将来晋升 做了铺垫 当然更重要的是 这种项目非常锻炼 业绩一般 潜力优秀的高潜员工 因为他们协调组织能力强 所以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工作 可以游刃有余 他们缺的是拿得出手的业绩 可能因为他们所在的市场 短期内局限的他们出业绩 那么类似于库存减少 转耗力提升等等项目 可以从一个侧面 帮助他们快速证明自己 第二种是增肥力类型的项目 这类项目往往是你部门内部的重要 但不紧急的项目 有可能你自己跟着跟着也就跟丢了 比如人才培养 工作流程优化 新业务模式探索等等 这种增肥力的项目 特别适合业绩好 但管理能力和潜力都一般的下属 正好让他们跳出现有的工作 好好锻炼一下自己的管理基本功 因为这些重要不紧急的项目 出业绩往往需要更久的时间 但一旦做出了成绩 又是可以从更高的维度 对团队做出重大贡献的 你给他们这种机会 让他们证明自己 在管理能力上具备提升的空间 也能够更加帮助他们服众 好项目找好了 也把储备人才放进人才池了 接下来就万事大吉了吗 还不行 你还需要充分的沟通 并不断检验他们的成长进度 如果你不充分沟通人才池 对于下属的帮助 很多下属是会有误解的 他们会好奇 为什么我要额外承担 看似本职工作之外的项目 他们有可能会想 老板 你是在给我穿小鞋了 就算没有这么想 他们也会关心自己 还要在人才池干多久 怎么离开等等 要做好沟通 我建议你 抓好三个沟通窗口 讲清楚四个沟通要点 三个窗口分别是 第一个 在人才盘点评估完成 可以入池的时候 第二个 当他们在人才池里表现不佳 有出池风险的时候 第三个 在人才池表现优异 可以近身的时候 在这三个沟通窗口 你要始终传递四个沟通要点 第一 人才池对下属有好处 这是公司给你的锻炼机会 是为了帮助你进行能力和业绩的进一步提升 第二 人才池对团队有好处 这些项目可以有效提升团队间的合作 还有团队的基本工打造等等 第三 评价下属 现在的表现情况 他有哪些做得好的地方 有哪些还需要提升的不足之处 项目将如何提升他的这些能力 第四 你对下属的下一步安排 他目前是在人才池的哪个阶段 下一步你会怎么安排他 当然 除了沟通 更重要的是检验他们的进度 我建议的方式是数值报告 一般来说 数值半年进行一次 请下属汇报他们这半年的业绩和成长表现 人才池中的项目完成情况等等 以我刚刚帮助一家跨境电商团队 做的数值大会为例 一般来说 30分钟自述时间 30分钟答辩时间 一个小时 一个人 自述时间里 一位运营主管小A 汇报了自己目前在销售额 利润额等结果指标方面的表现 并且介绍了自己在关键项目 高库存劳品上 如何跟物流部的同事 一起用了四个月的时间 把周转天数从180天降到60天 在这里 我还要强调一个叫做交付物的概念 比如 小A凭什么证明自己可以胜任更高级别的工作 他需要自行举证 比如 运营经理这个岗位 有一个重要的要求 是能够进行新市场需求分析 那么 如果小A在人才池负责项目的时候 有写过新市场需求分析文档 或者培训过跨部门的同事 怎么做需求分析 或者是 优化过市场分析流程等等 都可以作为他能力达标的有效证明 同时 这次数值报告上 我们把所有的团队成员和跨部门负责人都请到了会场 之所以要请来这些相关同事 是因为在答辩阶段 大家可以有针对性的对他进行挑战 确保你的评估过程 充分吸收了其他角度的意见 参酷的负责人对小A的项目表现 也发表了正面的评价 认可了他在此次高库存项目中 体现出的领导力 最后是管理者和他的直接领导 对小A的下一步发展提出建议 大家一致认可 他在流程建设方面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大家也提出 他在数据分析等胜任力方面 尚有不足之处 需要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继续改进 小A也欣然接受大家的反馈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 有地范势不断进步 最后半年之后 小A成功获得的晋升 好 总结一下这一讲 我从人才池的三个要点出发 给你讲了该怎么盘活高潜力的下属 第一 你要有入池标准和初池标准 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要把入池和初池的触发条件 和团队沟通清楚 第二 人才池要以项目为导向 把高潜力员工放到项目上 做项目负责人 是培养他管理能力的最好预言 第三 你要跟员工做充分的沟通 抓好三个沟通窗口 讲清楚四个沟通要点 在这里给你留一道思考题 你曾经用什么项目 专门栽培过你的下属 收效如何 欢迎在留言区 跟大家分享你的经验